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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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应该就是 8月11日 农历的7月14日 是农历的7月14日 俗称呢 就要叫做鬼节 鬼节呢 相当多 虎仔 很多法事要做 今年不知为何 曾经有一个 师傅跟我说 今年的鬼门关 其实是早开了 我说你怎知道 我也不知道 有些早师辈的时候 计算过 某些年早开了少少 他也带了一个问题 他说 鬼门关早开了的时间来说 是会多事干 就会多些 譬如有些不好的事发生 我们都 连日来都MIRROR的事 我们都感觉到 相当之不开心 大家这样 所以来说 在7月 我们俗称叫鬼月里面来说 很多时候大家也要做很多事 或者要注意些什么 那我们今天会花小时间 就跟大家一起去 分享一下一些 某一些经验 或者某一些遭遇 那 好了 也都 再提提大家 大会第三个礼拜 那我们天元冠的每年的一个 我们叫做福建的法会 继续都报名 也都 今年也提提大家 因为过往 就很多时候 在最后的几天 那 善讯 才报名的 所以 就会比较上 就在安排上 比较急些 那 希望大家原谅 那 所以来说 我们截止的时间 就是8月17日 8月17日 那 正正 就是因为 很多善讯 他们都会问 同时间来说 因为 都很多身份 因为年纪很大的 那 每年来说 都 有些人都先了 那所以来说 就每年都会 陆续地在那 就是增加紧的 可以这么说 那 也都会跟大家讲一下 那 其中一个 就是我们就是 寵物的超度 都会有的 那 当中都包含了 在寵物方面 那 过往来说 都很多善信 都会给他们的 寵物 尤其是 现在来说 香港人 就很有爱心的 那 養寵物呢 就真的基本上 等于自己的家人一样 那我自己都曾经 都养过寵物 所以呢 就对那些寵物来说 最常见的 狗狗 猫猫啊 那样 所以呢 那他们就好像 自己的家人 亲戚那样的 那 他们呢 都非常之有心 那 帮他们呢 就做一个 附箭啦 甚至之前 做一些超度的仪式都有 那 甚至乎 好像 我都曾经说过 那 做过一次 就是 有一只 狗狗呢 那 他就 报梦回来的主人 说他下一世 在六度呢 是入了这个人道 那我就听起上来 都好像 都好像 都非常之 就是开心 就是这样 是吧 那所以来说呢 如果大家 有这一方面的需要的话呢 都可以联络我们的 师兄 和师姐 那 和时间 可以 问一问 相关的 怎么安排 那 那所以来说呢 就是说 在这个 宠物方面呢 那我见到呢 就今年 都比较特别的 那 那 有一位善信呢 就今年呢 就拍了一幅相 就是一只 应该好像是青蛙 那样 那样 很有趣的 那样 那其实都真的 挺可爱的 挺个人的 那另外来说呢 就会有一些 就会 有一些黄色的蛇 也有啦 那 色也都有 那总之 你喜欢他们来说呢 那你就可以 就当作像家人那样 看待 都相当之 不错 也都表现了 香港人呢 都很有 就是爱心 就是对于 对于 对于动物的一种爱心 那样 那样 那一间呢 我们就会 轻描淡舌 舌 那样呢 就讲一讲 什么叫做 富战 因为很多人打电话来 都会问 什么叫做富战啊 那我们一间 就会讲一讲 那我们先讲一讲 有计先啦 那跟大家呢 做一做 人生有什么感 好 今天有计就这样说的 如果当你去认清一个人 或者看清楚一个人的时候呢 是无需要去揭穿的 亦都无需要来讲 将人家的事呢 周围这样讲 如果 你讨厌一个人的时候呢 亦都无需要 跟他反面 亦都不要 产生一种厌固 或者身痕 生活 有很多看不惯的人 不顺眼的人 不顺眼的人 但是 反过来说 就好像人家 看我们一样 有时候都看不惯 看不惯 有些苦衷 我们不然痛 但是 并不是没有感觉的 但是我们知道 讲出来 和不讲 其实都是一样的 这些叫做暗伤 我们要对暗伤 要不在乎 不是不在乎 而是因为我们误到 我们能够懂得 我们懂得自己 慢慢去收服 好了 有办法呢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了 跟着呢 我们就 看一看那张PowerPoint 就有两幅图 其中一幅图来说呢 就是韩国大水灾 那为什么会有 capped出来的大水灾呢 因为前几个星期 曾经做了一辑 应该是讲 这个八月份来说 有很多灾害会出现 也都曾经提过 有两个台风 刚刚就走了一个 那其实应该会陆做有利的 只不过来说 看造成的灾害会有多大 那因为来说呢 就 八月份的水来说 根本没太大力 所以去到八号的风球 那个情况呢 就 未必会去到 所以来说呢 就虽然木栏都很强下 但是就在旁边 就拆边而过 这些灾害会有些灾害 另外来说呢 就很多在世界上面 出现一个战争边缘 还有些危机性的出现 那么 天灾呢 就难党 那么我们都曾经提过 在上次 那次 应该是纳秋的一个八字 比较早一点点讲 今年就好 那么 会出现了很多 这个 东西亚的一些 分乱事件 那么 也都有一些 国家来说呢 是 很多冲突 尾巴的冲突 就突然间会出现 那么 那我EA记得来说呢 我曾经开过奇门顿甲呢 就会说呢 俄罗斯和乌克兰来说呢 如果我们用奇门顿甲来说呢 要数呢 可能会在七月份会停火 昨天来说呢 就大家呢 就认识一下啦 那就是说 俄罗斯那方面来说呢 就说 想 暂停六个月的战争啊 那这个是不是都是 认了奇门顿甲 当时所 预测出来的月份呢 那其实我 当时起了之后来说 我觉得会不会 那么短时间啊 那 但是因为传了这个 消息出来啦 那俄罗斯呢 就好像 有些 赞成 就是有些军方 有些赞成 有些是反对的 那样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来说呢 其实到了现在来说呢 是叫做一个 狗不狗打几枪的 因为为什么呢 好像都良尽弹绝 不知道怎么样 老鼠拉龜 不能入手 不知道为什么会打成这样 我们不是军事专家 但是呢 就看权顿甲来说呢 可能呢 就有机会 停一停 想一想 那另外来说呢 就是说 有一幅图呢 就看到了 白宫呢 前两三天呢 就出现了一个 很大的雷 那这个雷来说呢 就当场呢 就好像 就击毙了三个人 就是其中一个重伤 那我们都常常都这样 有一句 啊 传统的言语 常常都这样说 不要做坏事啊 否则就天打雷劈 那正正就在白宫呢 那白宫呢 现在的主人呢 就叫做拜登 是吧 那大家都知道呢 那拜登政府呢 就似乎呢 就 似乎呢 就似乎呢 那我们用柔和角度去看一看 那这个雷来说呢 如果你说 啊 从柔和角度 或者用一个 怪论的角度 那究竟是 对这个白宫有些什么警示呢 那好了 那我们就会看 咦 可能就是说 喂 美国是不是有些东西做得不好 那甚至 有些东西应做 又不去做 那所以来说呢 雷神呢 他现在来说 就比较警告你了 喂 有些东西不好 那么软弱了 那真真正要去做呢 就要做了 那雷神呢 在这个Marvel的电影里面 有一个雷神在那儿 但是在我们中国的神话里面来说呢 都有一个雷神 那我借着这一幅雷神呢 在这个白宫的出现呢 就跟大家讲讲 雷神的故事 那雷来说呢 那我就看到白宫来说 这个雷电 那都是很清晰的 就是大家都看到 都是非常之万年 那究竟是外国的雷神呢 还是终极的雷神呢 就给他一个警示呢 那大家去想一想 那我们要看一下 那为什么天会打雷呢 那在现代的科学来说呢 就这样解释 当下雨的时候呢 那天上含有一些正极的粒子的雲 和负极的粒子的雲 霜撞而产生闪电 和巨大的热量 那周边的空气呢 受到这个热的膨胀 而引发爆炸的震动 那雷电就产生了 那其实雷电呢 好像雷是先走的 其实跟着就会有电 那所以呢 就雷电 好像是先有电 先后有雷的 闪了完之后 就棒棒声 还是棒完之后 才有闪电呢 那其实来说呢 闪电和雷呢 就是同时是发生的 那在大气传播的速度呢 就相差很大 那所以来说呢 我们是先见到闪电之后呢 就会再听到这个雷声 那这个来说是科学解释的现象 那如果我们用一个远古的时代 用一个神话的传说来说呢 那雷神究竟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神来的呢 那其实大家呢 希望大家都会注意一下呢 其实中国有很多神 其实西方也有很多神 其实大家都会信神 那大家信神来说 会不会都是同一样东西呢 可能呢 宗教上的学者呢 去研究一下 那在远古的时代呢 在我们的祖先呢 都会 关注到或者呢 会注意到呢 有这个雷 或者闪电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看到这个天空上面来说呢 有一个闪电呢 弯弯弯弯弯闪闪闪 就好像整个火龙那样出现的 那所以来说呢 以前呢 在传说当中来说呢 其实雷呢 就是一条什么呢 是一条火龙 就是形容成一个火龙 那我们中国有一本呢 很多里面有很多神神怪怪的一些图 的一本经呢 就叫做山海经 那我记得以前有一本的 现在都不见了 那里面来说呢 就记载了一些远古时代来说呢 那这些人的神 nest ノ 他只想要一点licht 那 pubeslotsk 哈哈哈 觉得有这个圄形天马里也是吧 这一个圄形天马里也是将军闪眼里 那就找到了 觉得有种крill一刀 那种区带 那我们看到的 那些呢 到了 sae 了 《雷辰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古其福,在吴西》 吴西这个地方,在哪里呢?我没有深究 但我们会看到,这个雷神好像人那样的 身体好像龙那样,有些鱼甲,肚子大大 在《雷辰中》来说,就住了一个雷神 这个雷神的长相就好像龙一样,也都好像人那样,有老的 雷神来说,究竟是不是好像龙那样呢? 在《山海经》里面,也都有这样说,他说这样记载 他说,东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寿 《草语后,仓身而无国,一触出入水,则必风雨,其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其命若癔,皇帝得知以其皮为古,缺以雷兽之骨,声闻五百里以威震天下》 即是说,如果他一发出的声音的时候呢,好像那些限类闪电那样,五百里都可以听得到 那如果我们看《山海经》这个《海内东经》的形容来说呢,似乎好像一只怪兽那样,而且,他好像一只牛那样 但是他只有一只脚的,很会游泳的,出水能游 所以来说,就好像水牛那样 但是一只脚的水牛,大家应该没见过 那么,《淮南寺宗》里面呢,也都有记载过 他说,《贵春三月,风龙乃出,以仗其雨》 那么,《楚池》也都记载过,《牵缘主雷神,雷雨之神,一若雷斯,风龙也之雪》 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就比较少听到海牛的声音的 那么,刚才我们所讲的,传音就五百里,震天欲龙 那么,所以来说呢,我们就看到,在这个神话或者传说里面的记载 那么,这个雷神呢,会不会是好像一只牛那样呢 那么,但是呢,后来来说呢,雷神就变成雷公 大家,我们在广东话,一句言语就说,天上就雷公,地下就叩公 那么,天上的雷公来说,哇,他很大啦,地下就叩公 那么,就是说很多时候,分架的时候呢,我们经常都说,要听构公的话 那样的意思而已,那么,那么,这个雷神来说呢,那个掌相呢 如果我们看一幅图呢,如果看风神榜呢,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雷神的造相呢,其实呢,是在不同的年代呢,其实有不同的掌相 也都可以说,不同的古人呢,他将它描画呢,不同的形态出现 那么,好像一个鹰嘴那样,也都有耳朵,雷神也都会飞的哦 那么,手执着来说呢,其实呢,在中国的雷神来说呢 其实,本来看那个,他那个呢,好像一个灶那样的啊 还有呢,就是一个锤的 那么,西方的雷神呢,就只是一个锤的 就是一个锤呢,大家,就是拿不到的,就是雷神可以拿得起的 那么,如果我们只是说看,就是雷公呢 就是雷公啦,那么,那么,那么,见到他的面容来说呢 其实呢,就,呃,反而呢,就不像一只牛 就像一只鹰那样的 那么,左手呢,就拿着个鼓 其实呢,那个来说呢,就后来呢,就演变成一个左 那么,右手呢,就拿着个锥 就是这样的 那么,有时候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呢 就用来敲打那些鼓,就发色隆隆声 就是我们所谓叫做雷声 那么,那么,到了汉代的时候来说呢 那个面貌呢,就好像 呃,跟人呢,有少少 相似那样 但是,那个样子呢,都比较 恶点的,这样的 那么,那为什么呢,他的雷神 要震惑,那么,这个作用 所以,那个掌相呢,就好像 很恶那样,描绘那样 那么,在这个守神记里面呢 记载了雷神呢,就是这样写的 色如丹,那就是红色啦 是吧 木如鸡 即是很滑,很漂亮的 那把镜那样 那样 有角,长三尺 即是,头上面来说 有三尺长的角 啊 藏如六畜 那就是,好像我们养了那些家畜那样 那样,似微猴桃 那又似,好像那样呢 也都似,好像猴子那样的哦 那样的哦,而且呢 雷神呢,一画的时候呢 身像呢,都长满毛 那样的,不是很漂亮的 那样的 那,在风神演义啦 即是,我们有时候看到 有风神榜呢,里面呢 雷神呢,是怎样呢 他是出生于,披的交加闪电雷鸣之夜 那名叫做雷镇子啊 那因为呢,就在那呢 不打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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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墙两丈,相当之高大 全身是水盒式的 贝勒就下身呢,雷锋相似 那到这个时代来说呢 那个雷神呢,就有两只翼的哦 手側那条黄金棍呢 有一点点不同了 展开了雨翼呢,去飞行 风生雷洞 那古人呢,就认为呢 雷镇子呢,施放雷电之法呢 这个特点的 那所以来说,就将它列为雷弓 那在中国大地里面来说呢 是有雷弓庙的啊 那如果我们看到这个 有时有些电视剧来说呢 风神榜呢 都会有雷镇子的一个 一个模样出来的 那如果在道教里面来说呢 是 也都是属于本土神仙 那也都是在归于道教的体系里面 那因为雷神来说呢 在很早的时间呢 已经是跟水有关 所以道教呢 在回归雷神的权威性 和高瑞性的时候来说呢 就把这个雷神分了等级的 那道教来说呢 称它雷神呢 最高神是 九天应援雷星普化天尊 那名称是这样的 那在这个历代神仙的通鉴里面来说呢 雷神是主天之灾福 此物之权衡 掌物也都掌人 私塞私杀 他呢 他呢 下来说呢 管理有一个叫雷部的 那总部的名叫做神雷玉虎 也都叫做三十六内院宗师 东西华台 东西华台 玄管妙国 四府六院及諸国师 郭芬曹师 这就是一个道教的说法 那叫做九天应援雷星普化天尊 这个就在道教所称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呢就可以 在这里讲讲 认识一下这个雷神呢 那呢 就 雷神呢 他就是叫做 施生施杀 那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呢 若果呢 在人间呢 若果做些不好的事 或者做些坏事的时候呢 就会遭雷劈 那大家都会 曾经都会听过 那这个呢 亦都可以说来讲 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但是我们有时呢 就会说 就是古人所讲的东西呢 就是告诉你 善恶到头 终于都会有果报 这个果报来讲 解释就是说 有恶果 也都有叫做 我们叫做善果 那要这样去解释 这一样东西才可以 那所以来讲呢 我们对于 那雷神的记载呢 其实都是相当之多的 那 譬如在这个 三教源流 寿神大传里面来讲呢 就说 旁桥呢 封税 是因为人品好 所以呢 就被封为雷神 所以雷神呢 这个名字呢 也都是 就是在我们那个 在世的名字 也叫做旁桥 那后来被封的 所以 就在这个三教源流 寿神大传里面 都提到有雷精哦 立法 持祭 真君 有两位雷神 雷神不是只有 一位的哦 那其实来讲呢 还有一些记载来讲呢 在我们的道教里面来讲 我依稀记得呢 有雷神 也都有电武的哦 那就是说 雷和电来讲 是分开两个神 雷神 电武 那这样 所以来讲呢 我们呢 要知道呢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呢 在我们认识的神之中来讲 其实我们就要 拜祂啊 或者信奉祂的时候呢 其实都要学习祂的正面的 方面的一些行为 那所以来讲呢 我们要记住了 那就是善行善德 若不然呢 可能呢 就会遭到雷神的 呃 呃 呃 那这样 那好了 我们呢 就雷神呢 那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为止了 那这样 那这样 那这样